我们的男主名叫富贵 是一个见到妹子就腿软 脸能红到脚后根儿的人 结果到了32岁 依旧还是个小畜男 可他的好哥们儿铁蛋儿 却是一个逢流成性的哗哗公子 那真是天天入洞房 夜夜做新郎啊 富贵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 由于此前处理案件都以败诉而告终 都快成了名副其实的乞脸伴 就这么一个臭手 却始终暗恋着公司的锦牌律师翠花 这天铁蛋儿准备给富贵来个言传声叫 于是带着她来到了酒吧 贵啊 这泡妞可是一门大学问 想要有妞泡 哥的口诀要记牢 见到美女嘴要甜 啤酒养酒不能少 辣妹醉倒你就抱 脱贫致富 笨小康 你只要记住我这口诀 保证能让你两个黄黎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晴天 说完 铁蛋儿就亲自做起了示范 跑到美女跟前搭讪去了 可是却出师不力 没想到这次竟然遇到了一位祖安对手 美女三言两语就把她打发走了 铁蛋儿只能灰头土脸的回到吧台 吃了闭门羹的俩人 回到家度过了一个寂寞的夜 第二天 富贵终于在碎花的帮助下告别了自己的七连拜 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时刻 老板决定带着他们去吃大餐 带酒足饭饱后 富贵冒雨走在回家路上 刚到家门口就发现垃圾堆旁躺着一个美女 嗯 这是谁家的棍丁儿走丢了 还喝了这么多酒 刚要打电话报警 却发现手机没电了 无奈之下她只能把美女背回家 还拿起毛巾很羞涩地给美女擦着身上的水 但眼睛却不受控制地描响那白花花的大腿 富贵心里暗想 呃 不行 大妹子 我还是拿毛巾给你盖着吧 要不然我的小兄弟可要瘦不鸟了 看到美女到现在还没醒 富贵就推了她两下 没想到对方还是一动不动 吓得富贵赶紧把手伸向美女鼻前一试 哎呀妈呀 这要是什么情况 竟然没气了 这这这这 可怎么办 你要是再晚死五秒 我就可以结束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了 哎 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要不然还是报警吧 可万一警察来了把我给抓起来怎么办 于是富贵想趁热给美女来个人工呼吸 没想到手一滑 美女竟然给富贵来了一个泰山压顶 俩人的小嘴竟然还来了个亲密接触 富贵的初吻就这样没了 等他醒来时发现 嗯 这亮丽的长发 这光滑细腻的皮肤还有胸前的两个肉包子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情况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知所措的富贵就打电话向铁袋求助 此时的铁袋正在酒店和美女打得火热 颠到富贵的遭遇后 就一溜压的跑了过来 进门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当场傻了样 自己的好兄弟就这么躺在地上 翘辫子了 旁边还坐着一个前托后翘的美女 铁袋大声质问 是不是你榨干了我的好兄弟 他还是个处男 你真是太狠了 此时的美女富贵愤怒地对着铁袋说 你个二货 我才是你兄弟 刚才不小心跟这个美女亲了一口 结果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铁袋看着眼前的美女富贵说 你这是骗三岁小孩吗 我可警告你 别看我小学没毕业 你就侮辱我的智商 记得美女富贵直接说出了关于铁袋的小秘密 你的小兄弟前两天刚做过手术 在看大片的时候还把缝线封开了 上学时你还抢走了我的暗恋女神翠花 这次他妈的总该相信我是富贵了吧 能一口气说出这么多小秘密 铁袋不得不相信对方的话 可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呢 等等 遇到困难不要慌 掏出手机发个朋友圈 呃不行 还是先上网找渡娘吧 通过筛选之后 决定采取灵魂互换大法之 召唤雷电法王 让他俩再换回来 说白了就是遭雷梯 随后铁袋背着富贵的尸体来到门口 美女则拿着把破伞站在雨中 用脚踩着富贵的爪着 本来还想利用避雷针的原理 把灵魂互换回去 可是经过一番折腾后 也没换成 还动得够呛 于是俩人只能先回家 浑身湿透的富贵 一进门就开始脱衣服 完全忘记了自己 还是一语而生 这可让铁袋躁动不已 于是 在富贵洗澡时 偷偷地站在门外 色咪咪的对富贵说 贵呀 需不需要我来帮忙搓背 顺便给你疏通疏通下水道 富贵当场卧槽了 你简直 禽兽不如 跟自己的亲兄弟都想抱 于是 关上门来 自己爽了一把 第二天 第二人又找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大仙 大仙张口就忽悠 小兄弟 我看你家最近有血光之灾 你的把鼻竟然会出意外 而且还是很大的意外 铁袋一脸淡定地说道 我把鼻很早就死了 大仙又说 小兄弟 你幸亏来得早 你的妈咪最近也有意外 铁袋很无奈地表示 我的把鼻就是被妈咪叫去的 如果你想见他们 我可以帮你问问 看看能不能一起烧着你 吓得大仙差点提前上路了 看着这位胡言乱语的大仙 步棍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拉着铁袋就要走 就在这时 大仙突然蹦出一句 明明是男儿婚 怎么却是女儿身 这句话 瞬间把俩人又拉了回来 连忙问大仙 遇到这种事应该怎么办 大仙一脸淡定地说 想换回男儿身 必须与阴阳结合 听完这话 铁袋美滋滋地说 兄弟啊 对不起了 你就放心地把自己交给我吧 我不会弄疼你的 Come on baby 可是副棍根本克服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 还没等铁袋开始跟他 副棍就给他来了一个猴子偷逃 把铁袋疼得嗷嗷直叫 差点就跟这个美丽的世界说拜拜了 回到家的俩兄弟只能另寻他法 这时鸡肥的副棍突然想了一个办法 那天晚上因为意外跟美女打了个波 还互换了身体 说不定再来个摸摸哒就能换回去 于是副棍抱住自己的身体 压起一口 瞬间就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而那个美女又倒地不起了 看着好哥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铁袋也是开心不已 激动地当场拥抱在一起 果然是兄弟情深呀 然后他俩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位美女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晚上复工的公司聚餐 吃完饭后 同事说要去酒吧蹦逼 可是老实巴掌的铁袋 没有勇气跟大家一起去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神翠花跟别的男人去蹦逼 回到家的他非常失望地坐在沙发上 此时铁袋却为兄弟打抱不平 鬼儿啊 有妹不撩 打你不倒 走哥带你蹦逼去 可是副棍却有一个更大胆的馊主意 就是在和家里的美女 夹起一口 准备以美女的形象 去酒吧保护心爱的翠花 随后铁袋带着美女副棍到了酒吧 这下周围的男人都把目光停留在美女副棍的身上 果然男人都是好色俱途 见到美女就想泡 而铁袋也偶遇到了前女友翠花 两个人的再次相遇 让铁袋露出了自己的渣男本质 一转身就给翠花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而这一幕刚好被美女副棍看到 使得她醋一大巴 回到家后 副棍对着铁袋说 你不是已经和翠花分手了吗 为啥今晚还抱人家 铁袋表示 她已经对翠花没有感觉了 可能是因为翠花喜欢自己那身腱子肉 随后 俩人又想到了一个更加大胆的主意 就是通过神体呼唤 来完成自己未实现的梦 副棍的梦想就是能和翠花来个草权借鉴 而铁袋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律师 就这样 俩人达成了故事 副棍上去抱着铁袋就是一个摸摸哒 咦 这是什么情况 为啥换不了了 于是两个人把目光转移到了美女身上 副棍对着美女就是一个摸摸哒 俩人就这样又成功的互换了身体 美女副棍笑着对铁袋说 兄弟呀 想你了 你在哪干的还好吗 也不主动来个摸摸哒 就这样 副棍和铁袋顺利的互换了身体 终于在铁袋的软摸影泡下 翠花答应了邀约 可她不知道的是 面前的铁袋灵魂却是副棍 两个人还在游山玩水很是开心 终于到了晚上 翠花被铁袋那帅气逼人的外形 和一身剑朔的肌肉 深深的迷住了 就这样 俩人顺利的躺在床上 此时的翠花感觉面前的铁袋 变得成熟稳重了 于是他俩就玩起了除和日当午 喊敌和下土 可当隔天早晨醒来 副棍听到翠花在梦里 喊着铁袋的名字 心想这可不行呀 虽然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但毕竟神体不是自己的 并不算真正的拥有翠花 于是就来了个提起裤子不认账 我昨晚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你可别当真 这让翠花很是伤心 果然男人都是大主题子 说完就伤心的穿上衣服走了 而铁袋这边却是争名雀起 上班时见到美女同事还主动搭讪 以往话都说不利索 现在却变得伶牙俐齿 这可把老板惊呆了 直接摔给他几个大案子 回家两人经过一番交流后 副棍这才知道 翠花一直喜欢的都是自己 他立马兴奋的站了起来 连衣服都没换 直接跑到翠花家门口 来了一个深情告白 亲爱的 你也知道 我暗恋了你十多年呢 以前都是我一直没有勇气表白 从现在开始 你能做过女朋友吗 听完这些话 翠花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谁知下一秒 不过这个大傻叉又说 其实你那天跟铁袋办完事 她提裤子不认账 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气哈 翠花一听 卧槽 你俩连这事都互相交流呀 是不是铁袋指使你来的 我警告你 老娘不吃这套 说完 翠花哐当一声 把门关上了 富贵的爱情还没来得及开始 就这么被自己作梅了 哎 倒嘴的鸭子 就这么飞了 你真是个窝囊费呀 心情郁闷的富贵 灰溜溜的回到了家 经过这么多事后 富贵终于明白了 总是拿身体互换 并不是长久之计 真正靠努力获得的事业和爱情 才是最踏实的 于是富贵把美女 放在一个车站的座椅上 并给美女盖上衣服 潇洒地转身离开了 随后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拉着小车走了过来 于是上演了一幕 两张小嘴 一啪起 老奶奶就变身为美女的故事 还高兴地搭上了帅小伙的野摩托去兜风 而富贵的生活也走上了正轨 还主动去找翠花约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 变身小姐 上映于2013年 是一部韩国喜剧爱情电影 如果上天给你个重新选择性别的机会 你会继续当大老爷们 还是选择总前出后翘的美女 为所欲为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出你的心声 本期内容就结束了 铁粉们 别忘了点赞 评论 收藏 转发咯 我们下期见 Goodbye